大家好,我是乐于主音写字的吴老师 咱们今天聊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呢?就是 用笔书法的教学 用笔书法的字帖 就是教材的研发和训练体系的问题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 我觉得无论作为一个是公立学校的老师 还是培训机构的老师 我觉得第一点 要有教育情怀 这个情怀就是爱 情怀就是责任 没有教育情怀 没有爱和没有责任 无论怎样 我就来说 都是对青少年朋友不负责任的 第二我就说 用笔书法老师 你必须要善于去 这个总结 去研究 你没有总结 没有研究这些东西 你不会深层次去挖掘 教材 训练的方法 依证他的程序 那么首先 我们来思考一下 一个小朋友 他如果到你的这个班里面来练字 我们第一件事情 是纠正他的握字 所以说 我今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 以我这个正常的收费 和他的收费一比较 他比我高 他的就是上来四节课 一节课三百块钱 在一个小小的县城 一节课三百块钱 一年下来 将近三千元 也就是说 你只要进我这班学习 然后 你先交一千二百块钱过来 四节课 后来 我上网一搜 了解一下 原来是 教证握笔姿势 教证握笔姿势 他不是说 靠四节课就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能够靠四节课 能够解决的这类孩子来说 一般来说 家长孩子都是非常听话的 所以他是在选人 好 应该我对这两年 硬笔书法的教学的 这种研究来说 我毫不夸张的说 至少我在这县城 硬笔书法教学这一块 研究还是比较深的 他突然冒出来了 不是我心里落差大 我觉得我们家长 有点盲目 然后我也翻了他的一些东西 看了一下 孩子恋的情况 我觉得有点虚头 所以说 我讲这话题啥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硬笔书法老师 你的教材的研发 要根据市场 刚需 这个刚需 就是我们家长 想让孩子练子 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如果是练硬笔的话 他不可能说成为什么什么书法家的 而是想让孩子在这一个 作业的书写 卷面的书写 非常的工整美观 书写流畅 那如果一个小朋友过来 他握鼻姿势 都不行 怎么办 所以 空笔 笔画 空笔训练 他就可以成为 课程 一本书 我们正常知道 笔画 可以成为一本书 这个 偏方部署 可以成为一本书 教材 结构也是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能不能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笔画空笔 和校正握鼻姿势 也就是说 支笔 和在一块呢 可以的 我们能不能把 肩架结构和偏方部署 在一块呢 可以 这个就需要课程的研发 我目前研发的主要是 这个 肩架结构 这个主要在我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 专栏里边 有那个巧技结构精华板 可以这样说 一百零九元的价格 你看上 十级左右 你的收获 一百零九块钱 绝对值 甚至两级 就得值 特别是我们硬币书画老师 你看过之后 毛色顿开 但是一般初学者来说 他可能是领悟稍微有点差 好 接着话题说 如果孩子 这个汉字写的不错了 提高速度 所以说 凯书快写 他也是有方法的 很多这个 毛笔书画老师 还有一些很多老师 对凯书快写的提法 抱有不同的意见 甚至有很多的反对意见 这个是我们 家长 逼着硬币书画老师去研究的 为了应试 那这有没有方法呢 有 目前我正在 我的线下 在积累这样的经验 在慢慢的推广 也有可能会做成视频课程 也有可能会做成 自贴 所以按照我的个人理想 三到五年 三本自贴 一个是结构的问题 偏方部署的问题 然后就是凯书快写 这三本书 三到五年 好 训练体系 训练体系怎么训练呢 我就得来说 我们很多的硬币老师 硬币书画老师 没有教师资格证 这来说就不是一个 很好的 为什么 无论你是 硬币书画老师 还是什么类的老师 首先你必须具有 教师资格证 为什么 你要对 教育学 心理学 还有阿童的心理学 你要有研究 你这样才能够准确的 把握 青少年学习的心理 所以很多硬币书画老师 他肯定是 一些书法家 或者硬币书画爱好者 通过长期的研究 来当了硬币书画老师 而不具备 教师资格证 这个资质 所以这块就有千秋的 所以说我觉得来说 硬币书画老师 首先定位在老师 你教的不是 简单的技艺 而是要根据 小孩的这种心理 和他学习的这种需求 结合 所以我们很多的 硬币书画老师 他在教学上的语言 他和孩子想 需要那种语言 对接不上 老师很传统的去讲 孩子听得乏累 这种趣味性 和通促性 欠缺 所以使这个实际效果 不行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训练体系 课堂语言 那你必须 要精心琢磨 另外一点 硬币书画 培训 他和我们 学习其他不一样 为什么 他在写 在听的时候 他的注意力 必定几重 所以老师 要用一个管理 方法手段 要具有激情 你的课堂上 只要有激情 来感染学生 学习硬币书法的 这种情绪 这样才会让孩子 长期坚持下来 所以这在这个 训练体系里边 是必不高少的 所以我们硬币书法 不是单纯的去传授 硬币书法 这个记忆 当然 硬币书法的记忆 我是技法 技艺 传授这一块 你必须要结合 短平块 把很多的短平块的技巧 融合在一块 比如说一个字 你让一年级小朋友去写 你说了十来个重点 他结果一个记不住 你最多说三个 要点 他去写 他能按照你三个要点 里边两个句写 好 还有一个错误 怎么办 再讲一个要点 分层次 这样 能够把握住 这个孩子的认知结构 所以这套的训练体系 还有我们课程 设置上的体系 你比如说我们高中生 要来砍书快写 如果你选择是 尖子上的话 一年 甚至 一个学期 一般一年或一年半 很好 那如果说你让小学一年级 小朋友来写 你说你一年半 你两年能够写上就不错 甚至你三年能够写的很好 就不错 所以我们一般很多英文艺术华老师 会把写的最好的 特别好的作为一种广告 很多写的不好的呢 他就不发 其实 我觉得我们家长 或者我们英文艺术华老师 你可以把孩子这个书写 保存下来 一个月 两个月 一个学期 一年 这炒枪一翻 你看孩子有没有进步 如果有进步 就有效果 所以我们这样来衡量 那对于这个培训的 训练的这种体系的研发 叫它研发 也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这种 学习的能力和心理来设计 说实在话 哪样孩子很难练好字 这个学习态度不好的 注意力不集中的 特别有读动症的 无论你怎么样去学 是很难进步的 这个第二类 就是卧币姿势 卧币姿势 我们老师讲的是方法 关键是老师引导 孩子怎么去教证 这个训练的这个方法 必须你家长要跟上 你家长要跟不上的话 没有长期的监督 孩子 这个卧币姿势很难改 换句话说 那有些孩子 这个卧币姿势不是太正确 他为什么可以写好字 我上次发了一条 这个视频 然后有朋友就给我留言 就说 我发现孩子卧币姿不好也能写好字 是可以的 但是看是他出现什么样 卧币姿势的错误 战乱断定 好 我就聊这些 这个 咱们 我一开始说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老师 首先你要有教育的情怀 有爱 有责任 这样 我们才能对孩子负责 对我们的家长 有一个交代 我发现 他就可以了 币姿势的 你 对